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3日发布通知 要求严格核酸采样人员资质管理 民营医院 零售药店等具有相关职业资格的人员经规范培训并考核合格后 方可纳入采样人员队伍 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公告 2022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即将开始 将罕见病治疗药物 儿童用药明确列入申报条件 相关人群用药保障水平有望进一步提升 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卢森堡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了会晤 最高人民检察院13日消息 对危害国家安全 严重暴力 涉黑涉恶等特别是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 要该补及补 依法追诉 从众打击 13日三星堆已指考古阶段性成果发布 考古队确认了三星堆祭祀坑年代 除5、6号坑年代稍晚外 3、4、7、8号坑的埋藏年代均为商代晚期 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 农业农村部13日发布的小麦积收进度显示 全国已收获小麦面积2.47亿亩 收获进度81.2% 接下来是一组资讯 9日零时至13日15时 北京社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 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感染者228例 北京队酒吧等地下场所开展大排查 密闭通风不良的暂停开放 北京市体育局发布通知 13日起 全市暂停举办线下体育赛事活动 上海13日通报 江宝山区故村镇陆祥路678弄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12日起 河北唐山开展夏季社会治安整治雷霆风暴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办公室13日更新举报电话 固定电话 0315253000 手机18031512389 针对当前朱江流域的防汛形势 水利部朱江每13日启动 水汗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 13日 消防员毛景荣 刘泽君的遗体告别仪式 在浙江杭州临亭区殡仪馆举行 两人被批准为劣势 并追击一等功 日前 检查机关依法队员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 副主席蔡厄生涉嫌受贿 利用影响力受贿 滥用职权案提起公诉 针对上海外国语大学 医学生饮料中被投放不明物一事 上海警方13日通报 投放异物的男生 银某某称索投物为牛黄酸泡腾片 目前已将相关物证送专业技术部门检验 北京时间12日晚 2022年世界南排联赛巴西战 中国队以3比0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巴西队 收获巴西战的首胜 据外媒报道 英国于13日制定其第一个国家粮食战略 重点是增加国内生产以促进粮食安全 下面是服务信息 全国首批定向培养军事开始招生 凡参加2022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 年龄不超过20周岁 未婚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 其政治和身体条件按照征集义务兵的规定执行 江西省12日决定重新启动2022年度考试陆永公务员工作 考生打印准考证时间为7月4日9时至8日17时 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比试时间分别为7月9日和7月10日 比试成绩公布时间为8月8日 中央气象台13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13日20时至14日20时 福建大部 江西南部 广东大部 广西东部和南部 云南中东部以及辽宁西部 河北东北部 山东半岛等地的部分地区 有大道暴雨 其中 福建北部沿海 广东中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